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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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了 那既然呢 那個 前 前幾個上課 他們用了這兩個白板這邊 因為他們是主要用黑板斜 所以看起來這個 因為那個這個 講那個黑板離第一排其實去已經很遠 所以以後我們也比較這樣好了 就是要寫黑板的時候用這兩塊 那希望這個可以讓比較多 這個後面的同學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那個 上一次我們講到這個反應速率 然後我們有所謂這個 有Red Law 跟Integrated Red Law 那Red Law呢 可以主要描述是反應速率 跟這個反應物濃度的一個關係 那從那裡你可以知道呢 當然那個它是幾級的反應 那這個Integrated Red Law呢 基本上是 描述的是一個濃度跟時間的一個關係 那當然 我們介紹三種 這個0級、1級跟2級三種 那當你這個一個實驗數據呢 如果說你有這個不同時間底下量到濃度呢 那怎麼去判定呢 它到底是1級、2級或者是0級呢 那我們說可以做圖 那做圖的方式有 基本上就是一種Try and Error 就是你要試看看 就是看是要倒數對時間做圖 或者是取對數對時間做圖 或者就是直接把這個 這個濃度對時間來做圖 那你看得到哪一個圖呢 會得到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符合這個 那是0級、1級或2級的一個條件 那這樣你就可以去判定這個反應 到底是屬於哪一級的反應 所以我們這個 最後呢 我們有導到呢 那這個不同的這個級數呢 它的關係分別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1級 如果是0級的 所以這個0級的反應呢 就是在T時間的這個反應物的濃度呢 就是你其實濃度呢 減掉這個隨著時間 然後剩下這個數率常數 那如果是1級的呢 就變成是要取這個對數 然後再跟這個時間來做圖 那它的關係是這樣 那如果是2級的呢 變成是導數 濃度的導數呢 跟時間做圖 然後你會得到這樣的線性關係 如果是1級的呢 你把這個濃度跟時間做圖 就得到一個線性關係 那斜率剛好是-K 那如果是1級的 你就是取對數呢 然後來對這個時間做關係圖 你會得到一個斜率是-K的這個時間關係 然後這個 如果是2級的話 就是它的這個分數呢 它導數呢 跟時間來做圖呢 那就會得到一個 斜率是-K 是正的 所以一個線性關係 好 那這個當然簡單來講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0級 1級 2級 分別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 那上次有跟各位講你不用去背它 那你就是 當然你記起來 當然是 沒什麼不好 但是不需要一定要去記 你只知道怎麼去推導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導出來 那現在我們來介紹一個 如果說這個 這個反應物其實很多 不是只有 一般我們通常這個反應有時候都很多 沒有那麼容易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來 就是用來判定 這個反應到底是怎樣一個級數 那如果同樣 要對這個來做類似這樣的一個圖 有什麼方式 有什麼方式 所以如果說這個反應物比較多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是這樣 這個看起來就很複雜 然後你去得到這個 從實驗得到它的REDRODE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算讀症看起來大概有四級的 那這個當然你這個做實驗 也不是你如果同時 當然你要像這個之前用很多錶 然後就是分別去不同的濃度 也可以用那個方式去測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式通常實驗場比較容易 就是你會把這個某一個濃度 讓它弄得很濃 每一個反應 就是其中可能就其中兩個反應物文 把它弄得很濃 那另外一個比較稀 然後你去看 那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個反應速率呢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讓那個反應的一開始的七十條件呢 比如說我們把其中兩個呢 弄得很濃喔 那就留下一個比較稀的 比如說這個bromate 這個bromate這個 雙根呢 是使得-3次方m 然後你其他兩個呢 分別給它1m 因為這個基本上這個都是可以控制的 做實驗是可以控制的 你的濃度要加多少你可以控制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你隨著這個時間然後反應對不對 既然這個 這兩個濃度是不太變 因為 因為它這個濃度差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 就是說你在T時間量到這個濃度呢 基本上跟 起始濃度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你就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 定值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個 基本上是 比如說都是E嘛 那很容易就帶進去 然後這時候呢 它這個red law呢 我就可以簡化成這個樣子 對 因為這兩個都是E嘛 那這時候呢 所以呢 這時候你要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呢 那你就 可以去量你要量的這個parameter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因為這個 它並不是真的一級 對不對 因為它是因為你 某些這個把某些濃度加高 所以這個又有一個名詞叫做 所謂sudo first order 就是 很像一級的 那這個市場這很多實際上的 很多這個 真正的實驗呢 都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 現象 所以我們在 真正在做實驗呢 往往就會利用這樣一個方式呢 然後有時候呢 這個反應 你就會假設它就是 類似這樣 這個sudo 這個first order 因為你會把其中其 其他一些這個 濃度呢 給提高 那當然這裡這一個 Kpran這個數據常數呢 跟原本這個K不一樣 那市場它有包含到 這兩個 濃度在裡面 那只是 在這邊呢 因為如果是很大 所以你也好像感覺上就是 當作一個constant 所以就是包含在這個 裡面 所以這是如果說這個比較複雜一個反應 我們舉個例子就是你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然後去 求得呢 就是 你要 看是要做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 看你的目的是什麼樣 所以當然你不一定要把這個 這兩個 提高 你也可以把 這個提高 那現在就 改看這個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你可以去 這個市場也可以讓你去決定極速對不對 這裡當然已經告訴你的它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如果這是 上面是XYZ 那你不曉得 情況底下 你是不是也可以用這樣一個方式 你就是把其中兩個呢 讓它這個濃度變得很高 然後去只要看另外一個 這個 另外一個 反應物的濃度跟 這個反應數位的一個關係 或者隨著時間的關係 那你就可以去定 它到底是 幾幾的反應 所以這是這個 如果說你反應物比較多的時候的情況 好那 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講了這個 這個 Integrated law以後呢 接下來一個就是我們要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Integrated描述是濃度跟時間的關係 所以當 濃度呢 不管到多少的時候我都可以知道它時間要花多久對不對 那我們最常用的就是所謂的 Half Life 就是半生期對不對 或者又叫這個 T 二分之一 就是 我們這反應的半生影 它的定義很簡單就是你這個 濃度呢 當你反應過濃度呢 變成70濃度的一半的時候 所需要的時間就是那半生期 所以你這個 越長的話呢 半生期越長 表示你的反應數字就是越慢嘛 對不對 因為你要很久 那越短的話呢 那這個反應數字就越快 那根據呢 我們前面講的這幾個 不同的這個極速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它的 半生期分類是怎樣 比如說一極的呢 這個 因為我們說一極的它是 是這樣子 它的這個 這個 Intergraded Load 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 一半嘛 所以等於說這個 在 T 時間的時候 這濃度就是 1 2的 A0 所以就是 事實上就是把它帶進去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看 這個 這樣的一個轉換應該沒有問題 就是稍微一項而已 那這個對數相減是 就是裡面那個 相除 所以當你這個 這個 T 時間的濃度是一半的時候 這裡變成就是 2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時候這個 T 呢 事實上就是 T 二分之一嘛 所以呢這個 T 二分之一呢 就等於 K 分之 Nature of Go 那你如果把這個在進一步呢 減換就是 0.693 3 所以你會發覺呢 這個一級的這個 T 二分之一呢 它的本升起呢 跟它的起始濃度完全沒有關係 它只跟它的 數率常數有關係 所以你的 數率常數 不同的話 就會影響到這個 它的T 二分之一 但是起始濃度是多少呢 倒是無所謂 所以對同一個反應來講 同一個數率常數來講 起始濃度呢 不一樣 並不會影響這個 一級反應的 T 二分之一 那同樣呢 你如果去 進一步去倒呢 這個 對於這個 0級跟 2級的呢 也一樣有這樣的 可以利用這樣的關係 倒出來 所以呢 像這個 如果是0級的 因為它這個0級的就是 這樣子嘛 那 T 二分之一呢 這邊就是一半嘛 所以就變成是 KT呢 二分之一呢 就等於 二分之一的 A0 所以這個 T 二分之一呢 就等於 等於這樣子 那這個0級的呢 它就跟起始濃度有關 所以你的起始濃度呢 越大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半升級就越長 當然跟K有關係 那跟濃度也有關係 那如果是二級的呢 那一樣呢 這個地方就把它 帶二分之一 A0進去 那你就得到呢 所以它也跟濃度有關 跟起始濃度 但是跟起始濃度的倒數有關 所以這個 不同的這個反應級數呢 它的半升級是不一樣 那 呃 唯一跟濃度 其實濃度沒有關 就是一級的反應 其他兩個都有關 但是它的關係呢 呃 是不一樣 一個是跟它的倒數有關 一個跟 就跟它直接跟它成一個 呃 正相關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這三個呢 不同反應級數的這個 呃 這個半升級呢 分別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當然都是從這個關係就可以導出來 所以呢這個我們常 這個 呃 像我們以後會談到這個核子化學 對一個反射性元素來講 其實它們通常呢 呃 都是用一起反應來描述它 所以呢 呃 通常會問說 呃它這個比如說一個半升級呢 呃 是多少 那經過第二個半升級以後呢 它會剩下多少 那這個反射性元素呢 它半升級越短 當然是 比較不危險嘛 越長的話就 越危險 因為它這個就要 存活了比較久 所以這個通常像這個一起反應呢 如果說這個時間嘛 然後這是濃度 通常會得到這樣的一個 曲線嘛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說 一開始這邊 假設這邊是1好了 所以它半升級就是剩下一半的地方 就0.5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T2分之1 那再經過這個 這個一個T2分之1 第二個半升級呢 就是又變成0.25 所以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一個就是 變成這個 這個0.125 所以 時間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通常這個1級反應呢 可以用這樣去推說 它這個 經過幾個半升級以後呢 它會剩下多少 好所以這是這個 有關這個 半升級的一個 的一個 跟0級、1、2級 反應的一個關係式 那再來呢我們看一下這個 前面呢 講這個 反應速率呢 用Red Law呢 它是描述濃度跟時間的關係 不管你是 Interquery Law 或者 這個Red Law呢 那 我們說呢這個影響反應速率呢 除了濃度呢 還有這個 其他因素 那其中一個就是 溫度 所以呢這個溫度呢 是影響這個反應速率的另外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所以呢如果說 我們如果做一個圖 比如說底下這是溫度 然後這是 反應速率 或者反應速率常數 事實上這個 溫度是會影響這個反應速率的常數 那通常它就會 你就去 做不同的圖 大家會得到類似這樣的一個curve 一個曲線 那 這個 那個 這個 因為呢這個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呢 其實反應速率比較快 這個 很容易理解 像那個 人也一樣 代謝在溫度比較高的時候呢 代謝會比較快 那天氣比較熱的時候你的代謝也會比較快一點 那 天氣比較冷因為溫度比較低 代謝會比較 慢一點 那這個 所以呢這個反應速率也跟溫度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 當然一開始大家 都知道 做實驗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呢 第一個呢 去用一個式子把它描出來就是 把它描述呢 這個 反應速率 常數呢 跟溫度的關係呢 是這個 1889年 那是 Arenius K K K 這個 把它所提出來的 提出來的 那它的這個 關係呢 其實很簡單喔 所以它是說這個反應速率常數呢 跟 跟這個 溫度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這K是反應速率常數 那這A呢 這也叫做 Collision 的 Factor 等於說這是一個 碰撞的一個 因子 所以對同一個反應來講呢 這A應該是固定的 對同一個反應來講 但是 這跟溫度的關係就是 這當然是溫度喔 是 絕對溫度 用Kelvin喔 那這R呢 是 Gas constant 就是氣體常數 那這EA呢 就是 Avation Energy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用這個 這樣的一個 Aranium Equation呢 去描述呢這個 數據常數呢 跟溫度的一個關係 那如果說 因為它關係這樣嘛 所以如果說我們把它這個 取一下這個 對數呢 你會發現呢這個 這個 數據常數取對數呢 然後對於這個 溫度的導數來 做土的話 會得到一個 這個 線性關係 對不對 那它的協定也當然就是 負的 R分之1A 那 這個關係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地方就是說 我現在如果知道兩個不同的溫度 兩個不同溫度的這個反應數據 一個數據常數呢 我就可以決定呢 這個反應的這個 Activation Energy 對不對 因為這個 你不同的溫度呢 那你在K 是可以決定 因為從前面的速率常數呢 那個反應速率4 我們就可以去決定K嘛 對不對 你只要改變 在當時的溫度底下 改變這個濃度 氣質溫濃度 然後去測它的氣質 反應速率呢 然後就可以去得到這個K 那在另外一個 溫度底下 你又得到另外一個K 那你這樣就可以 利用這個 式子呢 去求這個 就是這個 Aktivation Energy 所以呢比如說在這個T1呢 你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數據常數呢 是 K1然後在 T2呢 是K2 那他們的關係是 可以變這樣子 所以利用這樣的一個關係呢 你就可以去決定這個 Aktivation Energy 因為這個 T1T度你一定知道 那K1K度你也可以量到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EA到底是多少 所以這是這個 溫度呢 對這個 反應速率的一個影響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用一個 我們說呢這個濃度 會對這個反應速率有影響 溫度也會 那用一個比較 這個微觀的一個角度來解釋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 一般呢我們會用 兩個這個 這個理論來解釋 一個叫Collitional Theory 就是碰撞的一個理論 因為我們這個反應就是需要碰撞 這個Party要碰撞 那另外一個是Transition State的一個理論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濃度呢 當然這個濃度越多的時候是碰撞就越多 對不對 因為裡面那個Particle越多嘛 所以碰撞的這個次數就會越多 好 所以 一個當然就是跟Frequency有關 那另外呢 這個雖然撞的多不見得 都會有 這個 這個 有用嘛 所以另外它 這個 需要呢 要有效碰撞 所以跟它的方位也有關 比如說你要反應 這個有一個分子呢 它上面原子很多 那你要反應的原子必須要撞在一起 那才會 有可能發生這個反應 那另外呢 還有它這個 碰撞的這個 這個力道要夠強 所以必須要是 就是要能量要夠 那其實能量夠在這邊講就是它要超過這個Activation Energy 所以這個反應能不能進行呢 就是你要超過這個Activation Energy呢 才有辦法 進行反應 所以這個 你說這碰撞呢必須要是 能量夠的碰撞 所以 基本上這個雖然簡單來講就是跟碰撞有關 但是細部去看呢 你要知道呢 它除了頻率以外呢 它的撞的位置要對 然後這個撞的這個 力道要夠強 所以呢這個 所以 這個變成說 這三個把它加起來呢 得到才是所謂的有效碰撞 就是有效碰撞才會發生反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活化能 這個 跟這個溫度 就是說你在不同的溫度底下呢 這個 為什麼 跟溫度之間有什麼 的一個關係 基本上這個溫度改變呢 會不會改變這個活化能 反應的活化能會不會受到這個溫度的影響 不會嘛 剛剛那個式子已經告訴你 它不會隨 這個 但是會受到影響是它這個 等於說超過這個活化能的這個 這些粒子的一個 就是說它的動能啊 超過這個活化能的一個 這個 的粒子的一個數目 那因為現在比較多嘛 所以碰撞就比較 多 所以這個 通常我們會看到這樣的一個圖 比如說底下這是 這個所謂的碰撞的一個能量 Collision Energy 那這裡呢 一個F 這F呢就是 Fraction Collision 就是你這個 碰撞的一個 分率 就是說在當 就好像在某一個 Collision Energy底下呢 它碰撞的一個分率 所以說比如說 它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 這個Collision Energy 它的分率是這麼高 那 如果說這是 T1 比較 這個 這個 D的溫度 那這裡呢 會一個 這是所謂的 Activation Energy 所以 胖撞這麼多 但是呢 真的超過活化能 只有這一部分 所以只有這一部分的這個 particle 會產生反應 這在T1 那現在如果是T2呢 可能就變這樣子 就變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活化能不變嘛 但是它 在T2的時候呢 它這個超過活化能的這個 碰撞呢 就比較多 所以 它這個 反應就會比較快 所以從 這個活化能的角度呢 可以從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現象 那這一個 這個F呢 事實上 這個Flexion的Collision呢 事實上它就是等於 這一個四值 就等於 這樣子 所以呢 那你這個T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值呢 會越大 因為T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 因為它是在分數嘛 來分母對不對 所以T越大等於說 負的越少 所以這個 這個指數負的越少 當然它的值就會比較大 所以F就會越來越大 那這個 EA越大的時候呢 活化能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值會越小 因為它是在分值 負的越多 當然那個值 算出來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這個 這個是 Flexion的Collision 那如果說用這個 另外呢 就是剛剛 這個是針對這碰撞的一個能量來講 你的碰撞的能量來講 那如果說你是看它的 這個 碰撞的一個方位來講 那 我們剛剛這個 K呢 所以這一項的事實上就是 Flexion的Collision對不對 所以它跟這個 溫度啊 跟那個 佛化能有關 那這個A呢 它是我們剛剛說是 Collision的這個Factor 它事實上可以用 兩個這個 在兩個這個 Parameter兩個因子來描述 這個P跟Z 那這個P呢就是 這個Orientation 這個Orientation probability的Factor 這個Orientation probability的Factor 這個Orientation probability的Factor 就類似機率呢 就大概是0.2 類似這樣的一個意思 當然 所以呢 這是一個probability的一個Factor 那每一個反應呢 這個Factor 不一樣 因為這跟 這個分子 它的複雜度不一樣 你分子越多 或者是因為分子裡面呢 原子的組成越複雜 當然這個probability可能會越 怎麼樣 類似怎樣 類似怎樣 對啊 可以 對啊 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當然這個跟它的反應機構 當然也有關係 那這個當然只是一個 我們用一個通 用一個很 類似一個通識這樣 也就是一個 通識來看 那這個z呢 當然就是frequency 就是真的撞的一個frequency 所以呢 比如說你這個frequency 你就可以撞100次嘛 那 這個其中只有0.2呢 就是p是0.2 會發生 那這個a呢 就是類似20 這樣 這個簡單來講是這樣 所以呢 這是 所以我們這個反應速率呢 常數呢 就是跟 a 這是collision factor 還有這個 後面這個flation collision 剛好有相關 好 所以這是這個 這個從collision theory來解釋呢 這個反應速率 那另外呢 這個用cassive state的話呢 發生了 好 發生了 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 這個TransientState又叫做Activated Compress 所以基本上它不是產物 它是一個過渡態 那這個還有TransientState跟Intermediate又不太一樣 Intermediate是中間產物 一般這個Intermediate是就是類似它 雖然不是很穩定 但是它在反應過程式上可能會被偵測到 就是有存在的一個 那是叫Intermediate 那這個TransientState 它往往很多時候都是假設的 並沒有真的是偵測到 所以這個 通常我們在描述TransientState 會用一個所謂Reaction Energy的一個代管來看 所以它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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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到右好像就是反應進行的一個Progress 對不對 這個 那這裡是反應物 那這邊是產物 那這個是類似一個Potential Energy 所以這個地方呢 這就是所謂的TransientState的地方 那這個 那這個 那我們知道呢 事實上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 Activation Energy 對這個正反應來講 那你說對逆反應來講 逆反應就是從Progress回到這個反應物 它的Activation Energy當然就是 在這個圖裡面它是比較大 那這兩個之間的一個差就是 這個反應的一個能量 所以這一個就是TransientState 那這TransientState呢 事實上它不見得要走這邊也可能走這邊 所以事實上它是兩邊都可以 那就是看你這個 它的這個 這個實驗的一個情況或者當時的環境 那這個 所以呢 往往很多這個TransientState 這個Activated Compass 就是我們利用一些 如果沒有真的偵測到的話 就是用一些間接的證據 然後去描述呢 它可能是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這個 現在這個 有一些很先進的技術呢 事實上它是可以看到這個TransientState的一個樣子 所以呢比如說這個 這一個反應 比如說這個反應 這個 呃 它的這個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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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現它這個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比如說這個碳 當然這個 因為它主要是把這個 海州骰取代嘛 對不對 所以它 這個描述的基本上就是在 全新State的時候呢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鍵呢 打這個虛線表示它已經快要斷了 就是變得比較弱 然後這個鍵呢 已經部分形成 但是還沒有完全形成 所以通常這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 activated compass 常常以後你如果去看那個學有機化學 常常你會看到會這樣子畫 所以這個虛線代表就是 它要斷還沒有斷 或者要形成還沒有形成 所以這個是這個transition state 好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用 Collision Shearly或者是 全新State State 就是用一個 基本上是用一個比較 微觀的一個角度呢 來看這些 來描述這些反應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前面就是導了 介紹很多這個red law 告訴人家幾幾的反應 那 終究呢 我們想要知道就是這整個反應的一個 mechanism 它反應的一個機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研究這個動力學呢 最重要一個部分呢 就是要知道那反應機構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反應機構呢 我們在介紹反應機構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 這個 幾個名詞 一個叫做 Elementary Step 就是我們這個反應呢 有很多這個步驟 那其中呢 這個最簡單 最基本 Elementary Step 就是最基本的一個Step 就是說 它已經沒辦法再簡單了 所以它是 它這一步呢 是最簡單 沒有辦法 等於說 它裡面已經沒有 沒有辦法再細分其他一個Step 那 所以呢 這個 對一個反應來講呢 它是有很多這個Elementary Step 所組成 那你把這個Elementary Step呢 全部把它加起來 它就會得到就是一個總反應 所以這樣一個式子 比如說這個 如果這是一個總反應的話呢 那它的Elementary Step呢 可以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把這三步呢 這個Elementary Step把它加起來呢 它就變成一個總反應 所以這裡呢 這每一步呢 都是這個Elementary Step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 再簡化的一個Step 那它的這個 呃 這個 呃 這個 呃 這個Step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有給它幾個名詞 所以通常這Step裡面 通常它反應物裡面 都不會有太多這個Particle 太多這個 這個反應物 有可能就一個兩個 頂多三個 四個的話就很難 這個因為 你 這Step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一步呢 它一定就這兩個 要撞在一起 然後它就會產生C 那這兩個撞在一起 會產生D 這個的話 它會自己分解 變成E加F這樣 那這裡又幾個名詞 如果是這個一個的 這叫做 Unimolecular Reaction 像這個這樣 只有一個D 因為它 它就一個嘛 單分子變成兩個 所以它 這個 它是所謂的 Unimolecular Reaction 那如果是兩個的 那就 Bimolecular 所以這是一個 那是兩個 那如果是三個的話呢 我叫 Term Molecular 所以則是 你看到這個 Elemental Step裡面呢 如果是一個 變兩個 那這個是屬於這個 Unimolecular 那如果是兩個 變常物的就是 Bimolecular 三個就是 Term Molecular 那 所以呢 基本上就好像 這個一個的話 它不需要跟人家碰撞 那這個就是有兩個 會碰撞 這個就是有三個會碰撞 那這個 這 前面這個 Unimolecular 跟Bimolecular 是比較 比較 發生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你三個 要同時撞在一起呢 機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個 Elemental Step裡面 常常你會看到 就是前面這兩種 那這個Term Molecular 這個就很少 好 那 那這個呢 對我們這個 來決定這個反應速率呢 有什麼關係 當然關係很重大 好 所以基本上你的Reation Maklin裡面 裡面呢 就是由這些Elemental Steps 所組成的 那當我們在Purpose一個 Maklin的時候呢 有幾個要掌握住 第一個就是你 全部總反應呢 全部把這個Step加起來 要跟總反應一樣 比如說這邊這個例子呢 你全部加起來就會 剛好等於總反應 你總不能加起來 跟這個總反應不一樣 那這個Maklin一定是錯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的Purpose的Maklin 你最後呢 導到的呢 就是導出來的這個數 這個Rate Law呢 要跟這個我們實驗得到一樣 我們實驗得到比如說它是一起反應 當然這個Maklin最後你要符合是一起反應 不能說是 得到的是 這個 你實驗出來是二級反應 但是你的Maklin是一起反應 這樣也不合 那另外呢 你這Step每一部裡面呢 這些 在假設要合理 什麼叫合理呢 就是說 它可能 這個 像說一個變兩個 因為Molecular Relation 或者Bimolecular Relation 這通常是比較合理 那三個呢 你就要看看是不是就不太合理 那四個根本不可能 因為四個你要同時 這個 基本上這個在這個機率上這種太低了 所以我們在PurposeMaklin 通常不會考慮到 那麼多反應物同時 在一個Elementary的Step 因為它已經叫做Elementary Step 意思就是它是一個很簡單很基本的一個反應 所以那個分子那麼多 那它反應不可能那麼簡單 那一定會是很複雜的 欸 欸 欸 蛤 蛤 你說 你說 就說我們這個反應裡面呢 如果像 這個Elementary Step裡面呢 如果像它這個反應只有一個 然後變成產物的 這樣的一個反應叫做 Uman Molecular 因為它就是一個 就好像單分子的本身一個反應 那如果是 這個像這個A加B 有兩個分子 然後變成產物的 它這個叫做Bime Molecular 因為就是 就牽涉到這兩個分子 要碰撞 那如果是三個 比如說 現在可能是A加B加C 然後變成產物 那就叫Term Molecular 所以就是三個分子 要這個同時撞在一起 得到一個產物 這叫Term Molecular的一個 這個Reaction 那沒有什麼關係 那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只牽涉到反應物而已 這邊跟產物沒有關係 產物幾個這個我們不管 但是就是 這個 這邊幾個這個 Uman Molecular Bime Molecular 主要是針對這個反應物 跟產物沒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實際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臭氧 變成這個 氧氣 這個它總反應就這樣 這個 大家可能都學過 那它的這個 這個 裡面的 包含了 主要有兩步 Step 第一個就是 這個臭氧 它自己會分解 變成這個 氧跟這個氧原子 那這個 這個 因為它就是 一分為 它只有一個分子 所以它是所謂 因為Molecular 一個Reaction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 跟這個氧原子 撞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這個氧氣 所以 這個 這個是屬於 Bime Molecular Reaction 所以這個 它裡面會有 它的 沒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 這個把它加起來 就會等於這個 兩倍的O 所以變成三倍的O2 好 那再來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Elemental Step 每一個Step 每一個Step 它的這個反應速率是要怎麼描述 注意到這邊 所要講的這個Reall的論 是針對Elemental Step 不是 不是針對那個一般的反應 我們說一般的反應 它的速率 反應速率是 是時間決定的 但是這個Elemental Step 這是我們 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都是我們去假設的 就是說你要先提出一個假設 它可能是怎樣 然後再用時間去證明 所以如果你的Elemental Step 是這樣子的話 就A變成Product 那你的Reall 基本上就是K 就是A 它就一級 那如果是2A 這個是兩個A嘛 這邊 這個兩個的差別是這樣 A它這個屬於Elon Molecule 它就是一給它就分兩 就變成產物了 那這兩個A A應該就是它有兩個在一起 撞在一起 這種是屬於Bi Molecule 它不是 雖然是同樣一個A 但是它這個意思是不一樣 這時候它的Reall的論 是變成這樣子 就跟它的係數有關 所以Elemental Step裡面 它的係數就是它的極數 那你如果是 A加V 就是A AB 那如果是 現在是 比如說A加2B 如果這一個是Elemental Step 那當然它是Term Molecule的一個Reaction 所以它的Reall呢 是這樣子 所以會跟它的這個係數就有關係 所以這個Elemental Step裡面 你寫出來的每一部呢 它的Reall就跟它的係數有關 那如果是一般的總反應 當然就不是這樣 一般的總反應 那個就要用實驗來 來這個決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看一下這個 這個Machanine人跟這個Reall 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現在如果說 已經知道這個實驗的Reall是怎麼樣 那你要去推一個比較合理的 這個Machanine人 好